各位網友,大家好! 周敦義在外蓮雪把蓮捨成出雷不掩 可視爆傳播中的蓮就不一樣了 反而是掩蓋了邪惡的閃炎 今天就會介紹邪惡外掛,蓮華爾哈拉 還邀請了黑神實力 大家好,我是黑神,很高興可以和卡比合作 這三隻就是魯西法所有世代 分別是天王星、變幻魯西法和終末魯西法 所有魯西法都是一個防禦形的陀螺 我個人認為變幻魯西法比較廢 因為那些粉紅色的護盾會削弱它的持久力 而終末魯西法相對比較強 因為它有界限突破的系統 在動畫中,編劇就將變幻魯西法誇大 並將其他陀螺手弱化 連在《超王》第十四集登場 為《超王》的某約公牛新人和最終頭目 力量強大和異常攻擊,非常崇尚力 試圖通過擊敗和破壞所有傳奇陀螺手 展示自己是最強的 當戰鬥精神的火焰燃燒的時候 背後會出現一個黑下陽閃斑 我們會叫它善嚴 它帶著一個刺蝟的哈里 都會有一個溫柔的入面 回憶中,受到紅獸邀請加入某約公牛 繼脈光闊奇之後 成為紅獸第二個徒弟 它就被紅獸察覺到它接近 逐漸接近黑暗 而被紅獸試圖拯救 先後被紅獸打去和廢利和阿呂對戰 結果錯誤令它進一步到黑暗 遇跡中,製作電話老闆罰前 曾經使用過天王星打敗過尚未開發環的魔龍的廢利 在第15集,它挑戰阿呂 並且成功打敗了弱化的阿呂 它在20集破壞了亂次郎的末日 第21集,全旗節開幕 我認為是為阿呂而舉辦的 在該集中,阿呂開外掛一次過KO四個強敵 在第28集的全旗節脫賽的逃亡賽中 它成功打敗了亂加 並且在第31集的全旗節奪風決賽中 已壓倒勝利力量打敗弱化的霸佬 成為了一團隊節的冠軍 連在第33集破壞了日向的太陽和阿光的燕藥神 在第33集被人弱化的阿連被紅獸打低 但是這樣令自己進化成一個更可怕的怪物 就在第34集,它就將變幻路西法融掉 製作出一個疑似擁有黑暗力量的陀螺 中無路西法 並且在第35集使用中無路西法打低了被弱化的紅獸 在第37集中,阿連受到紅獸的邀請 組隊參加傳奇超級錦標賽 為什麼紅獸要跟阿連組隊呢?大家想想 第一,紅獸作為他的師傅 就一定要好好教好他的徒弟阿連 其他選手都不想跟阿連組隊 第二,編劇要令到每組力量的平均 未免紅獸和霸狗這兩個敬人一起組隊 起了一個互相制衡的作用 錦標賽的連全力都加速師,全力弱化對手 第38集,錦標賽開始 阿連一次過KO招逸兄弟 第40集,阿連一次過KO勇甲和總長 第45集,阿連一次過KO勇甲和阿姆 第45集,阿仇就KO了快樂 而阿連就KO了CGO 第48集對他來說是一個轉捏點 阿連意外地輸了被霸斗 之後阿連看到霸斗和紅獸的激戰 感受了他們癡熱的陀螺獸之心 於是他就燃燒起紅色的火焰 賽後,紅獸留意到他的思想漸漸走向光明 在第52集的最終決賽,他對上招逸兄弟 首局,阿連被人打敗了 第一局之後,阿連不相信這個結果 於是紅獸就鬧聲了他 阿連想起之前和紅獸的經歷 就把原本在地上的巨神交給紅獸 意味著他接受了戰敗的結果 下一局開始,紅獸陀螺獸之心燃燒起來 將心意串遞給阿連 此刻,連將身上的污泥趕走 散發出刺熱的光芒 幫助紅獸打敗對手 阿連終於明白陀螺的樂趣了 第三局中的阿連全力以赴,享受對戰的過程 我們一起看看最高潮的時刻 最後阿連被招逸兄弟打敗,但他沒有不開心 比賽之後阿連和招逸兄弟見面 阿連展露了自己燦爛的笑容 紅獸都飛走了自己黑色的外套 儘徵著自己的任務已經完成,達到阿連正常的目的 第一,我覺得阿連是一個在亂喊喊的瘋狂 喊得越大聲就越有機會贏 第二,連繫就是一個被編劇控制著的扯線公仔 令他成為一個最強外掛 打低並弱化了傳奇陀螺修 好像網偉大主席控制了某特首一樣 By the way,其實阿連本身的實力都是不差的 然而他為了追求一切的勝利 選擇邪惡的閃現走向不公義的路線 作為一個有實力的陀螺修 就是應該要用自己的陀螺修之心引導其他陀螺修 行好,在控受引導的之下,從來靜鬼 好啦,今天講到這裡 大家可以在片尾看看黑神的短片 在這裡也感謝黑神過來 你們也可以去他的頻道去看另一條合作片 多謝大家 我記得連是一個性格野脈 一心只追求強大的人物 他在動畫裡不斷尋找一些傳奇的陀螺修 跟他們對戰 並成功把他們弱化 等自己實力增強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就可以去我的頻道看看 我有拍關於動漫還原 minecraft 和爆船陀螺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Like和Share 那我們下次見,拜拜!